本期节目咱们来说一桩 发生在湖北恩施咸丰县的陈年旧案 出于保密的原因 当时这个案子公开出来的消息 相关的民警领导 这个名字都是化名 就是起的假名字 所以咱们也不深究了 事反正是这么回事 2005年3月份的时候 秦兆华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身份 被下派到了咸丰县公安局担任局长 上任之后三个月的时间 就碰上了全国公安大街坊的行动 我还专门查询了一下当时的官方材料 什么叫全国公安系统大街坊呢 这是公安部2005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一次行动 那么这次行动啊 有一个目标叫人人受到局长接待 渐渐得到依法处置 这一天呢 秦菊啊就穿着鼻挺的警服 在街坊桌前坐下了 好多人过来啊 都跟秦菊呢 聊聊自己遇到的情况啊 想着寻求公安的帮助 后来就有一个满头白发 又干又瘦的这么一个老人 到了这之后二话没说 扑的一下子 可就跪到了秦菊的桌前 局长啊 我闺女死的冤啊 你一定要替我女儿报仇啊 秦菊啊 当了这么多年刑警了 但是呢 之前那么多年一直不在基层一线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赶紧站起来一把扶住这个老人 老人家 别这样 有话慢慢说 这个老人呢 因为伤心过度 说话呀 也连不成句 就知道一个劲的在那说 徐林杀了我女儿 公安局把她给放了 这家伙出了命案 公安局还把人给放了 这杀人不成命 这还了得呀 秦菊呢 就让人赶紧通知 刑侦大队的雷新术雷队 让他赶紧到街坊市来 咸丰虽然是一个山区的小县 但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城里边很多时髦的称呼啊 也传到这了 原来呢 大家都是直接叫老雷 对吧 上点岁数老同志叫小雷 要不叫新术 可是这回啊 都跟他叫雷大队了 雷队过来 见局长问的是徐林杀妻案 他呢 终于是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了 秦菊啊 这个事啊 说来话长 徐林呢 原来是县棉房厂的职工 七年之前 他的妻子洪敏突然失踪了 当时他娘家人报案 说是徐林杀了自己的妻子 那时候我还是一名侦察员呢 解保之后 我们介入调查 但一直没找到证据 后来徐林又是动员亲戚朋友 帮他寻找妻子 又在线电视台和报纸上 刊登寻人启事 后来呢 又对街坊邻里说自己得到消息了 老婆嫌他没本事 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有人在广东一带见到过他 从那以后 徐林就经常一把鼻涕一把泪 见着人呢 就说自己的这不幸生活 不像是装出来的 由于咱们手头上 也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 所以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谁知道几个月之后 这家伙自己也失踪了 走之前 他对邻居们说 要去广东找老婆 七年来 每任新局长到任 这红老汉 都得到咱们公安局喊冤 我们呢 也得查上一阵子 可每回都不了了之 红敏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徐林也跟空气似的 飘得没影了 要想查个水落石出 还真是有点难呢 听完雷队介绍以后 秦局呢 在那皱着煤 半天没出声 没吭气 最后 他把手里拿着的笔 插进了笔筒说 继续查 这次 我报案 什么叫报案呢 就是他呀 亲自负责 案件的侦查工作 既然秦局都这么说了 雷队当时就组织了一个三人的专案组 不过说实话 他心里当时也想 这回啊 估计还是那样 弄不出个什么新名堂 雷队的预感还真没错 专案组翻出原来的材料 走访了一些当事人 事情呢 还是停留在原先的基础之上 红敏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徐林呢 消失的无影无踪 听完雷队的汇报 秦局啊 脸色可不好看 一桩失踪案 七年的时间 不能给报案者一个明确的结论 那咱们这警察当的也太窝囊了 秦局才当了三个月的县局的局长 他呢 就亲眼目睹了一些公安民警身上的不好的那些习惯和工作方式 那些年呢 立法机关呢 接连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 本意呢 是为了提高执法质量 让大家呢 对这个群众啊 能够更热情 更积极 可是在少数人那儿呢 成了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的借口了 遇上疑难案件 绕着走 咱办不了事 但是呢 咱也不出事 这红敏失踪案 看上去 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七年的时间 怎么就得不出结论呢 这和当时很多公安民警的工作方式 心理心态 这都是有关系的 秦局 想想红大爷跪在地上那一幕 心里边啊 就不是滋味 他就想着 既然我做了这个县的公安局局长了 多少得改变一下局里的工作局面 就把红敏失踪案作为突破口 当下就让雷队多管齐下 第一 围绕徐林和红敏的社会关系找线索 还差疑点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他们的下落 第二 在全国公安网络系统上发布信息 请求全国兄弟机关的协助 说完了这些 秦局就让雷队带着他去徐林家看看 一看局长那么雷厉风行的 雷队就提醒他 秦局 红敏失踪之后 徐林几个月之后也失踪了 他家里一直没忍住 恐怕咱们进不了他的屋子 没事 先找局委会 看看周围的环境也行 秦局走到局委会的时候 好多的大爷大妈们正在那热着闹闹的打麻将 因为谁也不认识他 所以也没人搭理他 雷队就赶紧介绍 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秦兆华同志 这时候大爷大妈一看 哎呦 公安局长来了 我们还在这打麻将呢 这不会抓赌吧 赶紧就要收摊子呀 但他们打麻将呢 就是消遣娱乐啊 也不是正儿八经赌博 秦局一看他们要收 赶紧就阻止他们 哎 没事没事 你们接着玩 我就随便走走 随便看看 说完了 他坐到一个大爷旁边 一边呢 跟这大爷啊 讨论桌上的麻将该怎么打 一边呢 就把话题往徐林的身上扯 街里街坊的 大家都熟悉 谈到徐林和洪敏 大家呢 也都挺感慨 哎呀 这两口子呀 好好的一个家 说没就没了 这大爷一开话茬 剩下的大爷大妈们 你一言我一语 这可就热闹上了 说了不少徐林和洪敏婚前婚后的情况 一个大妈就说 洪敏失踪以后啊 他老娘伤心过度 还没到六十岁呢 就走了 他爸爸呢 也落下一身病 现在在平地上走路 都直打哆嗦 秦居听的呀 心里不是滋味 就让雷队呢 喊上居委会主任 一起来到徐林家的门前 他家呢 是在山坡上的一个老居民区 绝大多数啊 是平房 因为没有规划设计 又加上乱搭乱盖 这里的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密密麻麻的 门前的街道 基本上都只有四五尺宽 徐林家的房子呢 就穿插在中间 据委会主任说 自从徐林到广东找妻子之后 这屋子就锁着了 嗯 得有六七年了 秦局和雷队 绕着徐林家的屋子 就仔仔细细的看 再次来到前门那儿的时候 秦局呢 轻轻推了推 左厢房的窗户 这窗门啊 居然被推开了 紧接着一股子潮湿的那个霉味 就飘了出来 秦局凑近窗口 往里看了看 明显就感觉有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徐林家的隔壁呢 住着一个盲人大爷 于是啊 秦局跟雷队 据委会主任 就都来到大爷这儿 就问他徐林和妻子的情况 大爷呀 也很感慨啊 徐林和红敏 刚结婚那会儿啊 感情还挺好的 后来两口子呢 都下了岗了 徐林的脾气变大了 而且耗上了大牌 只要一回到家里 两口子就得吵嘴打架 我在旁边住着呀 那些年 可是没少听 秦局呢 就问这大爷 红敏失踪那天 他们两口子打架了吗 嘿 他们两口子呀 吵嘴打架 就跟一日三餐似的 我也记不得 哪天打了 哪天没打 那您记不记得 红敏失踪那几天 他们家里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响动呢 嘿嘿嘿 自从他们两口子闹上矛盾以后 他们家呀 几乎天天不是摔盆 就是砸碗 嘿 现在想起来呀 这事还真是有点奇怪 红敏失踪前个把月的时候吧 那徐林呢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红敏好得不得了 后来不知道 怎么弄得 俩人就都不见了 秦局这一听 明显这背后有引擎 紧跟着 他们在徐林家的隔壁左右 转悠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一点细节的地方都不肯放过 秦局和雷队逛游完了 这才往回走 由于妻子孩子都不在县城里边 所以秦局呢 每天就是住在办公室里 秦局刚满四十岁 大高个啊 甭管是站着还是坐着 都有刑警的那个派头 毕竟干了那么多年刑警 平时呢 是滴酒不沾 但是有一个不良嗜好 这比喝酒还要命呢 干什么呀 抽烟 他一天不抽个两包啊 哎 他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大伙呢 还说过啊 说咱们秦局啊 爱烟只有一个好处 就是局里从来都是开短会 因为他规定 开会不许抽烟 烟饮饭了 那你这会得赶紧结束啊 是吧 据说呢 在上级部门开会的时候啊 因为秦局你左右不了形势啊 就不得不经常自己溜号到厕所 借口上厕所 其实呢 是去过烟眼前了 咱们的听友们呢 这得以秦局为借啊 吸烟有害健康 对吧 戒烟能够提前享受健康生活 哈哈 不过秦局啊 也有自己的借口 我干刑警十五年了 我从普通刑警 干到复制队长 我碰到了不少大案要案 这烟呢 可帮了我不少忙了 哎呦 我借可是借不了了 现在呢 他回来之后 就坐在办公室里边 一边抽着啊 一边想着红敏失踪这件事 红敏失踪看上去简单 但要弄清楚前前后后的原因 还真是有点麻烦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 红敏虽然说失踪了 但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你不能断定 他就一定死了 一定被杀了 那么红敏到底是失踪还是死亡 如果真是徐林把他杀害的话 那么多接力接方 他又是怎么做到 人不知鬼不觉的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秦局啊 在那也是大费脑筋啊 在那一边抽着烟 一边分析啊 现在这事啊 不好办 尽管说 徐林有作案嫌疑 但只是有嫌疑啊 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啊 他现在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你没法说徐林就杀害了他了 你没法说他到底是失踪还是死亡了 这些年呢 公安局也做过很多次调查 街均访邻里 也都证实他们夫妻关系不好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徐林就是有作案嫌疑的 但嫌疑归嫌疑 这不能成为破案的证据啊 更困难的是 事情已经过去七个年头了 现在俩人都不知道去哪了 要想找到他们可不容易 而且即便找到徐林了 如果他一口咬定 老婆是跟人跑了 或者一口咬定 我没杀他 在你缺少证据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办法 除非把洪敏的尸体找到 就在秦局大伤脑筋的时候 网络协查那边 却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 这天早上刚一上班 雷队啊 就风风火火的 闯到了秦局的办公室 秦局 找到了 找到徐林了 河北铁路那边啊 发来传针 徐林盗窃铁路物资 被羁押在当地的看守所 这家伙肯定有问题 铁路那边的同行们说了 他们把徐林抓住之后 他一连报了四个假地名 先说自己是安徽的 后来又说是湖南的 江西的 就是不说自己 是咱们咸丰人 弄得他们跑了好几千里路 都是查无此人 盗窃的数额呢 本来不大 他为什么要反复说假话呢 只有一个解释啊 他心里有鬼 害怕查到咸丰这个地方 有了铁路兄弟部门的这段插曲 我想 洪敏八成是死了 是啊 问题是 如果徐林真把老婆杀了 他会把尸体抛尸在什么地方呢 一定要想方设法 找到洪敏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甭管是人还是尸 找不着洪敏 你就是把徐林押回咸丰 一点用都没有 七年了 很多东西已经不能复原了 在外面摔打了七年的徐林 肯定也成了老油条了 秦局知道 破解洪敏失踪案 不仅对他本人 对于整个咸丰公安局来说 这都是一件大事 开门街坊 第一个大案啊 事关公安机关的信誉威严 并且他刚上任 我们老话不总说嘛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上任三板斧 是吧 人家看的不是你的决心呢 人要看你的业绩啊 对吧 你是不是真干出来实事了呀 吃完晚饭 秦局呢 来到县城边上一个小公园 在南方啊 六月是很热的 虽然太阳快落山了 可是呢 这天气还是很干燥啊 让人这心里边啊 也跟着焦躁 没走三圈 秦局呢 就感到浑身呢 都湿透了 随后走到街边 一个小卖部 买了一瓶矿泉水 手里拿着水 沿着小路慢眉悠悠的走着 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了徐林 曾经住过的那片居民区 小街小巷的 家家户户 门窗都打开着 路边上啊 到处是男男女女的 穿的很随意 因为到晚饭时候了嘛 有的喝着小酒 有的在那打着纸牌 有的下象棋 只有徐林家的房前边 谁一点人气都没有啊 显得很破败 立在中间 很扎眼 因为来到咸丰不久 所以老百姓们呢 对秦局也不熟悉啊 在那来来回回 走了一圈又一圈 大家也没特别留意 天哪 这时候就慢慢黑下来了 可是啊 街头上的人 是越来越多 看着这些 秦局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把瓶子 扔进路边垃圾箱 赶紧就朝着正街 走了过去 刚出街口 就掏出手机 让雷队赶紧到他办公室 我怀疑 红敏的尸体 有可能就埋在 徐林家的屋子里 雷队啊 刚进来 屁股还没挨到椅子上呢 一听这话 跟被针扎了似的 腾腾一下 又弹起来了 瞪着眼睛 看着秦局 希望秦局 接着说下去 但是秦局呢 也没往下说自己 这个想法的理由啊 就是习惯性的谈了 谈烟灰 我想啊 咱们应该搜查一下 徐林家的房子 雷队知道搜查民宅 这可不是好玩的事啊 人家要是跟你过不去 那你还真不好脱身 你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最起码七八成把握 你再干这事啊 再说了 红敏刚失踪那会儿 红老汉到刑警队报案 他们也到徐林家检查过的 好像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想到这儿 他就提醒秦局 秦局 如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他会不会反靠我们滥用职权呢 他现在不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吗 让铁路警方办一个相关的法律手续 寄过来 搜查赃款赃物 明显 秦局啊 把这一系列的事情也都考虑到了 第二天上午 这搜查行动就开始了 徐林家的房子左右两间 中间呢 是一间客厅 后边呢 两间厢房 一个当厨房 一个呀 算是杂物室啊 储藏室 雷队呢 带着手下 把一百来平米的屋子 跟筛子似的过滤了一遍 没有发现尸体 以及和尸体有关的东西 由于这房子 长期没人居住 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雷队呢 本来想着呀 最好能找到血迹呀 能找到打斗痕迹呀 哎 一看这一层灰呀 得了吧 也找不着了 这时候 有民警就说 雷队 这屋子长期封闭 如果尸体确实在里面 总该有点味道才对吧 旁边呢 另一个侦察员说 虽然说闻不到味 但是我感觉啊 这空气里边 有一股子说不清楚的 阴森的气息 雷队这时候就想 闻不到味不奇怪 按照秦局的猜测 如果真有尸体 应该是被埋在地下 当然不可能有味啊 兄弟们 拿工具过来 绝地三尺 按照雷队的吩咐 民警们把整个屋子 连袍带翻 收拾了一遍 可什么也没发现 绝地三尺 也没发现 什么异常情况 这有点出乎秦局的意料了 他干了15年刑警啊 很多案件 他都形成了那种第六感觉了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徐林住的那个居民区 房子连着房子 门对着门 你别说搬动尸体了 你就搬件东西出门 也很难逃过大家的眼睛 何况周边下岗工人多 大伙本来呢 就无聊 谁都喜欢打听个家常里短的 徐林杀了妻子 而且不露一点破绽 只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屋子里 山里边呢 比较落后 地面啊 都是用泥土夯实的 要想着挖个坑埋人 这可不难 按照那个盲人大爷的说法啊 就那邻居 说徐林夫妇天天朝嘴打架 邻居们呢 习以为常 徐林真要是挖地三尺 把尸体埋了 大家呢 听见什么动静 肯定也不在意 可为什么已经挖开了 还是找不到尸骨呢 勤局参加完县里的一个会议之后 就赶紧来到了现场 雷队呢 汇报了搜查情况 勤局啊 一边听着 一边走进徐林家的屋子 整个屋子 只有一百多平米 东瞧瞧 西瞧瞧 几件家具啊 恨不得都快烂了 全都搬到了门外 除了墙根 整个地面 也都被翻了一遍 看完前面的两间正房 和一个客厅 勤局呢 又走到后边的厨房 他前脚刚一跨进门 本来紧绷的脸上 突然可就笑了出来 厨房里啊 砌了一个只有农村才会用的那种泥土的大砖灶 我们老家跟着叫大锅 烧饭特别的香 勤局立刻下令 把这土灶拆了 往下挖 这时候雷队也明白过来了 是啊 我怎么没注意这座土灶呢 虽说咸丰是山区小县 县城里呢 也有一些烧土灶的人家 但徐林夫妇毕竟是年轻人呢 那时候他们应该是赶时髦烧液化器才对啊 怎么会专门弄个土灶呢 土灶被拆了之后 又往下刨了差不多一尺后 就出现了森森的白骨 经过DNA鉴定 土灶下面的白骨 正是失踪七年的鸿敏 因为徐林有重大杀人嫌疑 铁路警方于是把徐林 移交给咸丰警方处理 雷队带领手下 前往铁路方面压戒徐林 徐林走出耗子 看见似曾相识的雷队 当时就愣住了 雷队呢 冲着他笑了笑 没错 我们是咸丰县公安局的 七年前咱们打过交道见过面 没想到今天在这又见面了吧 跟七年前相比 徐林可是憔悴了不少 那时候徐林呢 人高马大 虽然说是棉房厂的普通工人 但是那徐林呢 有事没事的 就会套上一件西服 那显得是英俊消杂呀 我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成了贼了 在老乡面前献丑了 徐林呢 这是故作洒脱的在这说着 看上去 他比之前可老脸多了 不过呀 雷队干了这么多年刑警 一眼就看出来 这徐林有那么一丝慌张 你说去广东找妻子了 这一找七年 肯定很辛苦啊 你找到妻子了吗 我把整个广东都找遍了 还是没见到他的影子 他害得我好惨啊 要不是他背叛我离家出走 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是啊 你妻子真是不像话 怎么能一个人待在那 对你不闻不问呢 谁说不是啊 女人的心难测 徐林呢 恐怕你还是没有用心去找吧 要是用心去找 哪有找不到的呀 我们以前也没用心 所以找了几年没找到 这回啊 咱们县公安局来了一个新局长 这秦局呢 吓了狠了 我们只用了十来天的功夫 可是把你妻子给找到了呀 徐林听雷队这么一说 也不接话茬了 疑惑的看着雷队 他呢 心里边也在琢磨 雷队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徐林 你这个人真是不够意思啊 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你们好歹做了几年夫妻 怎么一点情意也不讲啊 让他睡在灶台底下 那是人睡的地方吧 啊 雷队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挺随意 不过对于徐林来说 这话那就像把刀子呀 直接可就炸他心脏里边去了 徐林做梦也没想到 雷队会这么说 几分钟之前还显得若无其事 这会儿啊 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地上 你以为自己坐的天衣无缝 没想到红敏会从土灶底下冒出来 向大伙诉说冤屈吧 事情呢 是有点突然 这么多年了 你一下子呢 可能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这我能理解 你好好想想吧 我们呢 先回咸丰去 在外边流浪了这么多年了 有点想家了吧 那么徐林返回咸丰之后 会不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呢 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 在这儿啊 跟大伙提前啊 卖个关子 其实啊 徐林还有这一段 不为人知的隐秘往事 到底是什么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雷队啊 到了河北 找到了徐林 把事汤汤汤一说 红敏的尸体已经找到了 徐林当时就瘫坐在地上了 雷队还跟徐林说呢 怎么着啊 咱们回咸丰吧 离家这么多年 想家了吧 雷队说完了 让手下呀 把徐林押上警车 警车开了二十来个小时 第二天中午 回到了咸丰 徐林啊 精神都快崩溃了 当他被押进监视的时候 浑身呢 就像是一摊肉 力都力不起来了 你都得拖着他走 这天晚上死活不吃饭 因为出来乍到啊 头一回来 很多事还得让他交代呢 所以上边领导还有交代 他这一顿晚餐呢 准备的还挺丰盛 可是他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也是啊 事情过去七年了 他每天都提心吊胆 都希望一切风平浪静 哪知道 过了七年 还是没能挡住啊 他跟妻子恋爱 结婚的时候 虽然说不上爱的死去活来吧 但是呢 那也算是两情相悦 也过过一段幸福的日子 事情发展到后来那一步 他也是没办法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那么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下了决心呢 咱们呢 后边再说 他为了把事情干得干净利落 准备了好几个步骤 他跟妻子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街里街坊的都知道他家这点事 他知道轻易下手 人们都会怀疑他 只有制造假象 才能消除这种怀疑 为了消除人们的疑心 他在妻子面前呢 故意放低姿态 百般的讨好 女人呢 是一点戒备也没有 不仅不领情 反而是不依不饶 那些日子呀 徐林恨得牙根痒痒 为了实现自己杀妻的目标 只能是忍气吞声 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 眼看着火候到了 那天下午 特地买回来一只鸡 杀好了 剁好了 又特地找出来蜂窝煤炉 说是要炖一罐滋补的鸡汤 红敏呢 有午睡前喝水的习惯 这徐林呢 提前给他倒好了开水 里边可放了不少安眠药 一会儿 红敏就睡了 徐林这时候咬了咬牙 把烧得正旺的煤炉子 就拎进屋里了 紧闭门窗 一锁门 出去打牌去了 到了傍晚 一回来 红敏是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的余地了 他那抽出领带 套在了红敏的脖子上 恶狠狠的 可就勒死了红敏 当红敏翻着白眼 盯着他的时候 徐林也害怕 也悔恨 那天晚上 他在红敏身边坐了 整整一晚 不知道该怎么好 想把尸体搬出去 扔了 可是啊 又怕被人发现 天亮之后 这才震惊下来 事已至此 得找个解决的办法 于是就看见了 当时父母在这留下的 这土灶台 起仙呢 是想把红敏塞进去 就完了 想了想 这尸体烂了 它有味啊 最后呢 把灶台扒了 在地下挖了一个洞 把妻子埋了进去 埋好之后 又按照原样 把灶台做好了 就这个过程 前前后后 用了三天 接下来呢 四处动员亲戚朋友 帮他找红敏 又在县里的报纸 跟电台上 发布寻奇启示 妻子的娘家人呢 三天两头找他要人 又到公安局报案 可是谁也没抓到 他的把柄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徐林呢 装模作样的 找了三个月之后啊 他呢 就以到广东 找妻子为借口 离开了咸丰了 说实话 他也没什么太后悔的 只有一个场面 令他想起来就恐惧 那就是眼瞅着泥 就要掩到脖子上的时候 妻子红敏 还是不肯闭上眼睛 还是死死的盯着他 这一幕啊 他怎么也忘不了 总是睡觉的时候 会在梦里边见到这一幕 秦局知道徐林来了之后 决定亲眼见一见他 这起案子的侦破呀 并不复杂 但是呢 对于他的刑警生涯来说 这桩陈年旧案 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全国公安大街坊 这算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 自己新官上任 这起案件的破获 这也算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事 他见到徐林之后 跟徐林聊了几句 这徐林呢 也就把所有的事实真相 全都交代了 徐林和妻子呢 是一个厂的工人 算是同事 徐林有副好身板 人高马大 长得也不错 算是讨女孩子喜欢的那种 后来啊 工厂经营不好 俩人下岗了 下岗回家以后呢 徐林整天无所事事 就喜欢上打麻将了 在这个麻将市啊 认识了很多之前 没机会认识的人 这里面有很多人看上去 比他还差得多呢 可人生活的有滋有味 徐林心里边 他就不明白啊 为什么呢 他们挣的也不多 怎么他们过得这么痛快呢 直到有一天 一个外省人 帮他把这个疑惑解开了 那个人对他说了 你看上去 就是一个有福祥的人 怎么窝在这穷地方啊 赶明儿个 我带你出去 包你舒服 他呢 还挺奇怪 我又没钱 又没技术 我在咸丰这小地方 我都混不出个人样 到外边我能有饭吃啊 就凭你这好身板啊 不愁 没饭吃 没钱花 后来的事情 是徐林想都没想过的 他原来呢 只知道有女人卖银 可没想到男人 也能卖银 甚至在社会上 跟从事这个行当的男人 那几年都叫鸭子 但是就像那个外省人说的 徐林自从干了这行当之后 日子确实过得舒服了 尽管碰上的顾客呀 都是半老徐娘 但关灯以后 谁看得清谁呀 是吧 更何况干这个啊 又发泄了自己的这种原始欲望 人舒服了 还能捞一把票子 事情如果就这样啊 也没什么 可哪知道 接下来又出事了 有个女老板呢 要包养他 一个男的没什么本事 就有一身好皮呢 那是过期作废的东西啊 现在不好好利用 以后真能过了期了啊 还有什么用处啊 更何况啊 我现在是要做一个女老板 名义上的丈夫 这比四处去做鸭子去 可强得多呀 于是徐林呢 打定主意 就跟着女老板 但是你要吃这碗软饭 你得付出代价 那女人说了 既然是包 那就不许有别的女人 插入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是明媒正娶的老婆也不行 关于这件事啊 徐林心里边呢 也琢磨过 比较过厉害关系 但走上这条路了 尝到了其中的好处了 没别的办法了 他呢 最终选择和妻子离婚 女老板答应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让他把这事办好了 可他回到家 刚一说出来离婚 鸿敏呢 就跟发了疯似的 徐林 你算什么香伯伯呀 你居然提出离婚 他呢 不依不饶 把家里弄得是天翻地覆 徐林 想来想去 我要想着有一个伟大前程 我要想着过个好日子 我是必须得把鸿敏给杀了呀 就这么着 他把鸿敏就杀了 好在呀 他用这种瞒天过海的方式 瞒过了街里街坊 也瞒过了亲戚朋友 随后呢 跟外人说去广东找妻子 悄悄就离开了 实际上啊 他就去找那女老板去了 到了隔壁省的一个大城市 那算是金屋藏交 可您各位说了 那不对呀 之前不说在河北偷铁路物资 被抓了吗 他这家伙过上富裕日子了 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世上的事啊 就是祸福难料 五年之后 那个宠他的女老板得病死了 这时候女老板的继承人们 可就都过来了啊 本来徐林就让女老板的家人们 恨的都不行了 现在女老板死了 被人赶出大门 那是常理之中的事啊 这几年呢 他伺候女老板伺候的啊 身子也被掏空了 他们天天就在街头流浪着 身上钱也不多 也不敢大手大脚 租了一间小屋子住下来 差不多这五年 享受日子可享受惯了 手脚也懒了 自己身上那几个钱 可用不了多长时间呢 最后一无所有的他 又被出租的房主扫地出门了 在外边混的时候啊 就认识了一帮专门靠铁路吃饭的人 他就成了那个团伙的一员了 沿着铁路线算是周游全国 两年之中居无定所 但是吃香的喝辣的 徐林后来呢 还第一次找了卖淫的小姐 徐林还说呢 我他娘子做了好几年牙子 我这头一回找个鸡呀 日子过得挺滋润 可是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当地的铁路公安部门抓获了 他一进审讯室就把罪认了 不就偷点东西吗 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只要别查出我杀人来 什么事都好说 可哪知道最终还是查出来了 徐林交代完这些 心里啊也算是轻松了很多 我呀作茧自负 我不怪任何人 该我得的 都给我吧 秦局听他说完了 徐林 你这么说 好像还觉得自己挺男人的呗 事情到这地步了 我还说什么男人不男人呢 那不是让人笑话吗 一失足成千古恨 人人都这么说 但临到自己头上 又找不着北了 我就希望大家从我身上 吸取教训吧 我能为别人做的 也就这点东西 算是我死前 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吧 说这些话的时候啊 徐林的脸上倒还真有几分真诚 不过案子说完了 我们在回归当初的那个问题 如果不是全国公安的大街坊 如果不是洪敏的父亲 找到了秦局下跪请求 那么这起案子还能够水落石出吗 或者说距离这起案子水落石出 是不是又得推迟个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呢 本期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 星期五杀人案 您各位一听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星期五杀人案呢 因为啊 这凶手杀人 专挑星期五 2003年9月8号 在山东省威海市 早上七点刚过 有一个人呢 叫陈浩 骑着自行车 在马路上晃晃悠悠的 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单位了 他呢 是一家金店的员工 这家金店呢 位于威海闹市区的一条商业街上 大家都知道 一般这种门店都是用那种银色的卷帘门 哗哗啦啦 把门一打开 就走进金店了 按照金店平时的惯例 员工每天下班之前 都得把柜台上的金银首饰 收到一个特制的保险柜里边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呢 再从保险柜里边 把这些金银首饰取出来 再摆到柜台上啊 该展示展示该卖卖 陈浩来上班是头一个 哼着小曲儿用抹布 把柜台上的灰尘擦了擦 无意之中一抬头啊 突然发现特制的保险柜前边 凌乱的摆放着一堆装首饰的盒子 哎 这怎么回事啊 不应该啊 赶紧抓起一个盒子 打开这么一看 哎呀 盒子里边的首饰啊 都不见了 再看那保险柜吧 大铁锁已经被人拒断了 柜门是在那虚掩着的 陈浩当时 脑子可就冲了血了 浑身一个机灵啊 哎呦我的妈呀 金店让人给抢劫了 等缓过神来之后 赶紧拿出电话 拨打了110 7点55分 危海市城里派出所民警 王建忠带着两个联防队员 就赶到现场了 这时候啊 金店的三个女店员和四个男店员 都已经过来了 看见金店被人偷了 个个都哭丧着脸 大家在慌乱之中发现 值班的柳建国没在这 民警王建忠赶紧就问 值班是在哪啊 几个店员呢 就把他领到了二楼的值班室 可是值班室里面 空空如也 没有柳建国的身影 首饰被人抢了 值班员竟然不在值班室 是不是柳建国 卷着金银首饰跑了呀 可是啊 他的同事们不相信 说不可能 建国不是那种人 他是很诚实 很有正义感的人 他绝对不会干这事 也有的同事 就在那嘀咕了一句 谁脑门子上 会明明白白的写着罪犯两个字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呢 正在店员们 在这七嘴八舌讨论的时候 民警王建忠 脑子里面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会不会是柳建国坚守自盗 不是他一个人偷的 而是和外面人勾结 把金店的首饰洗劫一空 然后逃之夭夭了呢 他正准备和所里继续汇报的时候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店员说了 警官同志 金店旁边的二楼上呢 还有一个小阁楼 平时建国晚上啊 都是自己在那做饭吃 吃完饭 再回到这边的二楼值班 王建忠和大伙 赶紧的就从金店的一楼南门出去 穿过一个小走廊 就登上了露天的楼梯 爬上了金店旁边的那个小阁楼 小阁楼里呢 是两个房间 一个是厨房 一个是卧室 一看这小阁楼 柳建国还真在这呢 脸朝下 趴在厨房的木床上 身上啊 血迹斑斑 两条腿被床单紧紧的捆绑着 早就是一具尸体了 王建忠大吃一惊 赶紧打电话 向危害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警大队报告案情 随后刑警大队领导率领着计真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同时呢 向危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告了这一个重大的案情 市公安局的刑警支队也派人赶到了现场 经过现场勘察和法医鉴定 值班员柳建国的颈部 胸部 背部被锐气捅上13处 右动脉贯通 左胸一刀直刺肺部 右手指由抵抗伤 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对尸体进行解剖之后 发现胃内食物充盈 也就是说柳建国应该是在饭后一两个小时之内被杀害的 除此之外 现场遗留的线索太少了 在距离特质保险柜二十多厘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把用报纸包着的荷花牌的巨公和五根巨条 报纸是2003年7月21号的威海晚报文化娱乐版 特质的保险柜旁边还有一个普通的保险柜 里边装有价值100多万 没有经过加工的金钉和一些现金 金店老板说 柳建国呢 没有特制保险柜的钥匙 却有一把能打开普通保险柜的钥匙 侦察员当时就分析 歹徒仅有钥匙不知道密码 也打不开保险柜 据此推测 柳建国在二楼的小阁楼吃过晚饭之后 准备到店里值班 在下楼梯的时候 迎面遇到了歹徒 歹徒拿刀逼着柳建国返回二楼 柳建国在抵抗之中 被歹徒的刀划伤了右手 倒退着上楼梯 所以在走廊左边的拐角那流有血迹 电灯开关上也有血迹 是戴着线手套蹭上的 卷帘门的钥匙上也有血迹 也是戴着手套蹭上的 现场根本就提取不到 歹徒的任何指纹 可见歹徒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 在现场一个不显眼的凳子后边 发现了一副血迹斑斑的线手套 估计是歹徒作案之后抛弃的 这起案件可就不仅仅是一起抢劫案件了 而是一起命案 当天晚上 危海市公安局就组织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时任危海市市委书记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都到了现场参加了会议 危海市公安机关呢 也在这次会议之上 成立了九七大案专案组 分析案情的时候啊 大家呢 是各输己见 但是结论是一致的 抢劫杀人案 这是明显的 应该是团伙作案 很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歹徒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估计歹徒已经逃离危海 技术专家对现场遗留的巨条 又进行了认真的比对 一致认定 巨条是第一次使用 很可能是为了作案 在危海市新买的 由此可以初步认定 歹徒是流窜作案 特制保险柜上的那把大铁锁 确实是被拒给拒断的 不过被拒的痕迹啊 比较粗糙 那说明什么呀 作案人拒锁的时候 动作是比较笨 但是也很重啊 很沉稳 证明作案人力气大 胆子大 专案组呢 首先调查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 巨工和巨条的来源 具体的做法 我们之前在很多案件里面 也讲过类似的 那就是找出来 这巨条是谁卖出去的 到底什么商店 或者说什么日用杂货店 会卖这种巨 同时围绕被害人 柳建国接触的人来进行排查 在调查过程之中啊 线索倒是不少 可真正有价值的不多 一条一条线索被反映上来 又一条一条线索被排除掉 在筛除掉了大量的无销线索之后 专案人员掌握了一条重要消息 那就是在案发半年之前 柳建国在环宇金店值班的时候 曾经当场抓到过一个小偷 并且把这个小偷扭送到了城里派出所 这小偷呢 叫张长盛 家住张村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专案指挥部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分析 张长盛很可能怀恨在心 勾结一些人 把柳建国给杀了 然后抢走金银首饰 张长盛马上被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城里派出所民警 王建忠等三名民警 就赶到了张长盛的家 不过他的家人和邻居们都说呀 说长盛啊 半年前被派出所拘留之后 在村子里边呢 感觉也没脸见人 出去打工去了 再也没回来过 十号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中年人来到了派出所 说有重要的线索提供 来的这人呢 也姓陈 四十岁左右 说话呢不急不慢 挺稳重的 属于比较儒雅的那种男人 这位陈先生啊 原本是黑龙江省双压山市政府工作人员 后来得了皮肤病了 就来到微海做水疗 治病期间 因为耐不住寂寞就租了一套房子 还养了一个小姐 这个小姐叫白雨 九月九号下午 白雨在跟陈先生撒娇的时候就说 玲玲昨天找我玩 手上戴着戒指 耳朵上戴着耳环 脖子上还戴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 可气派了 他说是他男朋友李刚刚刚送给他的 这玲玲呢 跟白雨啊是同行 也都是出卖色相的 白雨跟陈先生说这话 目的很明确啊 就是我姐们有 你也得给我买一套吧 可陈先生呢 就是工心足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琢磨了一会儿突然很疑惑的说 怎么这么巧啊 时间正好能对上 你没听说环宇金殿被一伙歹徒给抢劫了吗 值班员也被杀了 玲玲的男朋友该不会是抢了金殿的首饰送给他了吧 陈先生啊 虽然在生活上不太简点 但是呢 在其他地方上啊 还算是挺正派 所以主动的就向专案组提供了这一重要线索 民警呢 就找到了那个玲玲啊 穿金带银的那一位 这玲玲呢 也挺配合工作 他说戒指啊 耳环的金项链啊 是9月8号那天上午 男朋友李刚送给他的 李刚呢 是黑龙江人 2000年春天到威海打工的 长得人高马大的 你要光看那个样子啊 嘿 这就是个猛男啊 撞得死根死根的 是吧 侦察员呢 就问他是在哪个商店 或者是哪个金店 给女朋友买的金首饰 李刚面对警方的询问 闪烁其词 哎呦 这这记不清楚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呃 买了好久了 李刚这是明显的不配合呀 所以民警对他是更加怀疑了 只能把金银首饰 拿给金店的老板辨认 不过金店老板一看 这些戒指和耳环 和店里丢失的型号不一样 不是金店丢的 既然不是 这条线索就有中断了 9月13号中午 几名年轻的民警呢 就来到了威海市红霞街 一家五金标准件的商店 9月7号前几天 你们店出售过巨弓和巨条吗 店主一回忆 差不多两周之前 我卖出了一把巨弓和六根钢锯 你卖出的巨弓和钢锯 是什么东西包裹的呢 我想想啊 哦 我记得是用一张报纸包的 然后放在了一个浅绿色的塑料袋里 什么报纸 应该是威海晚报 因为我也没订别的报纸 威海晚报一共八张报纸 你用了一张 那剩下的报纸呢 哦 剩下的应该还在呢 我去给你们找一下啊 说着 从柜台里边找到了剩下的七张威海晚报 把这报纸和商店里的巨弓巨条 进行比对之后的结果是 现场发现的钢锯和这家五金店卖的钢锯 是一个工厂出产的 现场包钢锯用的威海晚报 那文化娱乐版和商店剩下的七张威海晚报 是同一刀切的 是完整的一份报纸 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了 案子终于算是有了一丝曙光了 专案组决定深究下去 趁胜追击 你还记得买报纸的人的体毛特征吗 那买钢锯的两个男的 好像是东北口音 皮肤呢挺黑的 从穿着打扮看都像农民 当时一个人在门里 一个人在门外 在门里的人呢 穿着浅灰色的上衣 浅咖啡色的裤子 身高一米七左右 外边站着的那个人 没看清楚脸 他究竟穿什么衣服 长什么模样 我也没印象 既然有了这条重要的线索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全力的进行走访摸牌了 在这一次摸牌过程之中 能够揪出来犯罪嫌疑人吗 威海环翠区的公安分局副局长 率领着派出所的二十多名民警 夜以继日的摸牌调查环翠区所有的出租房屋 城里派出所啊 有一管片民警叫吴军亮 他呢负责西北村的排查工作 他连续排查了两天两夜 整个管区四百多户人家都查遍了 也没什么收获 吴军亮就琢磨着 如果有没有办赞助证的租房者 就有可能会被漏下 他呢就多次到居民楼里边走访群众 向每一个居民打听有没有陌生人 出现在楼里 当年九月十五号下午 吴军亮啊 打听到洪旗街七号楼的时候 有一个经常在楼底下下象棋的老大爷就说了 七号楼啊 有个陌生的女人 刚出去买菜了 可能是租房的外地人 吴军亮呢 马上对洪旗街七号楼 可能出租房屋的房主 一个一个的排查 七号楼中单元603的房主 姓马 这马先生说呀 房产中介公司 介绍了一个女青年 到她这租房子 这个女人呢 叫一倩倩 马先生跟这一倩倩讲好了 每个月的租金是七百块钱 这一倩倩呢 倒挺大方的 当时就交了三个月的房费 2100块钱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吧 一倩倩呢 就给马先生打电话 说马桶坏了 找人修修 马先生呢 就跟修马桶的人一起到了这房子 看见房子里有两个男的 一个长得黑瘦黑瘦的 穿着黑色的短袖上衣 另一个呢 粗眉大眼的 挺高 挺魁梧 过了几天呢 一倩倩呢 就又给马先生打电话 说这马桶啊 根本就没修好 请找人再来修修 这马先生也没办法啊 自己的房子啊 又找修理工 到了出租房 发现房间里呢 又多了几个男的 在马先生的印象里 房间里多出了有三四个男人 到底是三个 还是四个 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三个 吴军亮啊 就问马先生 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呢 他们呢 住了二十多天 就不辞而别了 吴军亮和马先生 一块来到了七号楼 六零三 打开房门 进去这么一看 房间里边收拾的 干净极了 地板也擦了 水龙头啊 马桶啊 喝水用的玻璃杯啊 吃饭用的碗啊 喝过的空啤酒瓶子啊 冰箱门啊 都擦过了 一枚指纹也找不到 这就很奇怪啊 你说你擦个水龙头啊 哪怕你勤快 擦个马桶 这都行 空啤酒瓶子 你擦它干什么呀 电视的遥控器 这些物品呢 也都擦得干干净净 一丝痕迹都没有 租房子的人 退租的时候 把房子打扫 这么干净 吴军亮反正是没见过 因为一倩倩 没有办理赞助户口证明 所以吴军亮 在几次排查的时候 也都把它给漏掉了 吴军亮联想到自己 走访603邻居的时候 邻居都说 没见过603房间里 有男人出入 只见过一个年轻的女人 进出过 吴军亮就想 这里明明住着几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 楼下的居民 却没见过几个男人 只看到这个女人 这只能说明 这些人的行动 是非常谨慎的 吴军亮站在603的房间里边 夺来夺去的 一边溜达 一边琢磨 突然一抬头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 环宇金殿 尤其是柳建国被害的 那个二层小阁楼里的一切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一目了然 看到这儿 吴军亮啊 真是心里一亮 顿时就感觉 603的几个人 肯定是有问题 他呢 就又来到居委会调查情况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呀 我到603收过水费 那个女的挺大方 拿出50块钱交了水费 意思是省得经常来收 说完 这个工作人员呢 还把当时的水费单子找了出来 吴军亮建水费单子的签字栏里写着 一倩倩沈阳市河东区五花街52号 还有身份证号码 吴军亮一看就说 一倩倩的这个身份证啊 很明显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三七大头的身份证 应该是山东省 而不是辽宁省 第二个疑点 沈阳市有个和平区 有个大东区 根本就没有河东区 很显然 这个身份证是假的 吴军亮随后就把这些情况 迅速上报到了专案组 专案组派出了专案侦察员 对603的房客 进一步的详细调查 侦察员在603房间里 发现了房客留下来的一套被褥 调查人员对这套被褥的出售商店 也进行了调查 想从中找出犯罪嫌疑人 更多的特征 侦察小组呢 费了不少的周折 总算找到了那套被褥的出售商店 可遗憾的是 卖这套被褥的人呐 对这顾客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也是每天卖那么多 见那么多顾客 记不住 侦察小组呢 就进一步的向房屋中介机构 了解了出租房屋的详细经过 据中介所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呀 8月11号 我们这来了一男一女 男的又黑又瘦 中等身材 女的呢 个头不高 长得挺漂亮 两个人都是东北口音 说要租房子 而且指定租房地点 要在势力医院周围 三十一厅 七十多平米就够了 了解完这些 专案组就进行了分析 这些人租房子点名地点 是因为势力医院 距离环宇金点进 方便作案 他们在正式搬到 马先生的出租房之前 可能住过宾馆或者旅馆 也有可能是从另一处 出租房屋里搬过来的 于是专案组有重点的走访 排查了宾馆旅店 侦察员们呢 是废寝忘食的调查 终于在案发之后的第七天 有了新的进展 9月14号 城里派出所副所长林志波 和一名侦察员 正在杏花宾馆调查的时候 在宾馆登记本上 掉下来了一页纸 就在这张纸上 找到了8月11号 登记入住在这里的 三男一女的名字 和身份证号码 服务员呢 模模糊糊的记得 是女的先到宾馆 联系的住房登记 当时呢 登记了三个房间 侦察员从宾馆的登记本上 查到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然而那个女的呢 不叫伊倩倩 而是叫吴敏利 身份证号码呢 是21打头的 三个男人的名字 分别是王铁 刘薇和李大发 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七木贵 和环翠区公安分局 刑侦中队长于连海 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 几经周折 在辽宁省盖州市 卧龙泉镇龙泉村 查到了这个 叫吴敏利的女人 吴敏利一听 来的人是公安局的 就老老实实的说 这个身份证 确实是我的 但是 我没去过山东危海 更没住过那个宾馆 因为我的身份证啊 早在几年之前 就丢了 龙泉村呢 也有村民证实 在案发期间 吴敏利的确 没离开过村子 至于那王铁和刘薇的 身份证地址和号码啊 全是假的 查来查去 只有李大发的身份证 是真的 李大发呢 是辽宁省盖州市 沙岗镇小山村人 15号晚上9点钟 副局长钟晨 还有省厅刑警总队 副总队长举俊军 俩人呢 带着人啊 开着警车 就从危害 赶到了辽宁省营口市 到营口的时候啊 已经是早上的 七点多了 八点钟一上班 钟局长呢 就和营口市 刑警支队 还有技术部门取得了联系 并且得到了 营口市公安局 盖州市公安局的 大力支持 很快就查到了 李大发的详细情况 可是这个李大发 并不在家 你这过来找人帮忙 不得跟人客气客气吗 所以钟局长呢 就跟营口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 张俊波就说 我们这回来办案呢 真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们一定很忙吧 哎 老钟啊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我们忙的都焦头烂额了 现在正攻坚两起 入室抢劫杀人案呢 挺挠头的 我们已经投入了 大量的警力 至今呢 案子都还没破 现场上收拾的干干净净 没留下什么证据 侦查了几个月了 一直没有发现 侦破线索 哎呦 老曾啊 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你们盖州发生的 这两起案子的作案手段呢 根据现场情况推测呀 应该是叫开的门 我们分析判断 是熟人作案 抢劫财务之后 就把人杀死 4月27号 杀掉的是一家三口 被杀的是盖州市农店所 盐巢水所长和他的妻子 还有正在上高中的17岁的女儿 7月27号杀掉的是保险公司 车险科科长孔续青和他的妻子 当时呢 赶上他们儿子没在家 歹徒在每家抢了七八千块钱吧 还抢走了他们的手机和金银首饰 被杀的盐巢水和孔续青 在当地也都算是有点身份的人了 凶手是用什么捆绑的被害人呢 这两起案子呀 都是用床单把被害人的双腿给捆绑上了 那案发地点是什么位置呢 这两起案子的案发地点 都是盖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 这天晚上 中局长和张队长聊完之后 失眠了 头脑之中啊 翻来覆去的都是盖州发生的 这两起入室杀人抢劫案 还有危害的九七入室杀人抢劫案 第二天清晨 中局呢 又找到了赃队 他拍着赃队的肩头说 老赃啊 你们的两起案子 和我们危害发生的环宇金殿案子 有四点相同之处 第一 作案地点都是繁华闹市区 第二 时间都是选在周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四月二十七号 七月二十七号和九月七号 都是星期五 第三 三起案子的凶手 都是用床单捆绑被害人的双腿 第四 案件性质 都是抢劫杀人 我感觉到你们这两起案子 跟我们那起案子 像是同一伙人所为 咱们联手干吧 我的案子破了 你们的案子 也就破了 十八号凌晨三点多钟啊 李大发 回到了家里边 危害警方和盖州警方 经过进一步的沟通 也终于达成了共识 目前几起案子 最重要的线索 最关键的人物 就是这个李大发 所以呢 他们制定了全新的抓捕方案 不在村里抓捕李大发 而要把他调出来 在外面 实施抓捕 那么李大发 和这起案子 有没有关联 危害九七大案 和盖州四二七案 七二七案 到底是不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危害警方和盖州警方呢 达成了共识 决定啊 把李大发 从村里边调出来 实施抓捕 专案人员呢 在村子里边啊 就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这李大发呀 在村子里边 有一个好朋友 叫叶田和 叶田和说话 李大发是最听的了 盖州警方呢 派出了一名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 叫李建胜 李建胜呢 人就是公安大学 侦察专业的毕业生 功夫也好 平时真说两三个人呢 你还真对付不了他 李建胜呢 就假装叶田和的朋友 给叶田和打了电话 喂 二叔啊 我那谁 我张思啊 咱好久没去了 今天中午啊 我请客 就在夜来乡酒店 就咱俩也没意思 要不把你平时的好朋友 李大发也叫上 人少了就没气氛了 哎 二叔 你还能找几个朋友啊 我好安排啊 叶田和一听 我叫上李大发就行了 得嘞 二叔 中午十一点五十 我准时在饭店等你们俩啊 你们可得按时过来啊 行 不见不散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叶田和呢 就把李大发约出来了 大发呀 有个朋友 中午呢 请咱们到夜来乡酒店吃饭 他说咱们平时呢 也不在家 想在一块坐坐 套套近乎 哎 行 咱们这些天呢 也太紧张了 也该轻松轻松了 十一点半左右 李大发和叶田和呢 就从村里走了出来 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 这李大发当年是三十四岁 个头一米七四 长得浓眉大眼的 叶田和呢 正好跟他相反 个子不高 小眼睛 看着呀 文质彬彬的 李大发跟叶田和 这俩人一路上是谈笑风生 距离酒店 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 迎面呢 走过来几个身材魁梧的青年 其中一个青年就拦住了李大发 你是李大发吧 是 我就是李大发 李大发呀 张嘴就说出来了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那青年就说 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大发这时候有点明白了 跟你走 你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呀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协助我们的工作 李大发这时候还明知故问呢 公安局找我干什么呀 公安局里有什么了不起啊 公安局就可以随便抓人呢 去了你就知道了 民警麻利的就给李大发 戴上了手铐 李大发呀 在这一边挣扎着 一边喊叫着 你们抓错人了 我要告你们 叶田和呢 这时候脸色耍的一下就白了 看这样子 叶田和是非常的慌张 他这一举一动啊 都没逃过专案人员的眼睛 办案人员就琢磨 这叶田和一定有问题 你是叶田和是吧 为了不走路风声稳妥起见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这时候叶田和是目瞪口呆 可是跑是跑不了了 乖乖的跟着侦察员就上个车 民警呢 把李大发和叶田和 带回到了盖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这时候啊 已经是18号下午3点多了 李大发在询问室里边啊 装傻冲愣 一句话也不说 副局长忠臣 亲自审问他 李大发 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抓我 回答你什么问题啊 李大发 你什么时候到的危害 我没到过危害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没做过 你没到过危害 危害信花宾馆的登记本上 为什么写着你的名字 用的是你的身份证 我身份证找不着了 也许是有人用我的身份证开的房间呢 你们干公安的 为什么不查清楚 就来问我呀 我怎么知道啊 李大发 我们是从危害来的 为什么不去找别人 单找你 你心里应该明白 李大发这回啊 是什么也不说了 就看着窗外 他这是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一直到了9月19号凌晨3点 审讯人员不断的做工作 李大发这才又开口说了几句 我是去过危害 不过我去了几天又回来了 那事不是我干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叶田和他们干的 他们都是谁啊 李大发马上又打住了话头 不说话了 在另一间审讯室里边啊 对叶田和的审问 也正在同步进行 你们找我也没用啊 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叶田和呢 满头的头发 已经是花白色的了 平时说话呀 有条不紊的 可现在呢 惊慌失措 通过继续审讯 叶田和不打自招了 那事不是我干的 是李大发他们干的 那他们是谁啊 我没参加 我哪知道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 是李大发干的 叶田和一看得了 自个说的漏了马脚了 也不再说话了 二十号凌晨四点五十分 李大发突然就站了起来 疯狂的跑向了窗户玻璃那 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看守李大发的四个民警啊 一愣神 反应过来 赶紧追了过去 这窗户啊 基本上就跟落地窗似的 窗台特别低 一个侦察员死死拽住了 李大发的腰带 想把他拽回来 可是李大发呀 力气太大了 差点把这个民警 都给带下楼去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 快松手 也不知道是谁喊的 这民警下意识的松了手 另一只手死死的 把住了窗框 这才没有随着李大发 结结实实的掉下去 隔壁房间里边啊 中局长呢 正在研究案情呢 就听见哗啦一声 撞碎玻璃的声音 哎呀 坏了 出事了 中局赶紧跑到讯问室 从窗户往下一看 李大发正好落到一楼的平台上 一动不动 中局第一个念头就是 完了 线索断了 李大发一死 他的同伙就会听到动静 然后带着赃物逃跑 原来的方案也就全部泡汤了 在场的专案人员呢 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就看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李大发 几秒钟之后 奇迹出现了 李大发的腿在那抖了一下 这时候有人喊 李大发的腿动了 他没死 中局一看 人还没死 马上送医院抢救 盖州警方呢 赶紧联系了救护车来救人 在医院通过抢救之后 医生说呀 做了全面检查了 除了胳膊被玻璃划伤了 其他的完好无损 五脏六腑啊 都没什么事 中局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审讯室是在五楼 一个人从五楼摔下去 不仅没死 也没什么大事 这怎么可能呢 中局啊 赶紧吩咐手下 看李大发的精神头啊 他该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趁他头脑清醒 赶紧想办法 撬开他的嘴 拿到他的口供 这李大发 还真是没什么事 因为李大发跳楼之后 落到了一楼平台的 一些木头架子上 这算是有一个缓冲 所以呢 没被当场摔死 审讯人员呢 走到李大发病床前 就问他 李大发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我们这些人 有个君子协定 一旦哪个人被抓了 绝不能暴露同伙 一定要自行了断 没暴露的人 凑个十万八万的 给这个人养妻儿老小 你们是什么时候 到的危害 八月十一号 李大发呀 经过这一次自杀 没死成 态度算是来了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你把抢劫危害 环宇金殿的经过 详细叙述一遍 这 我承认 我都死过一次了 是你们把我救过来的 我的命 是你们给的 你们问我 我就说实话 这一系列案件呢 有一个关键人物 姓高 叫高震才 高震才呢 过去啊 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哥三个 他是家 家里边的老二 别人呢 都跟他叫高老二 高震才 他父亲呢 是个挺有心计的 很会做生意 他父亲呢 就希望啊 三个儿子都能有出息 把自己多年积攒的资金 帮每个儿子 都办了一个工厂 高震才开办的呢 是一个特种纸箱厂 他们生产的纸箱 质量特别好 高震才 在前期的艰苦创业之中啊 确实也吃了不少苦 流了不少汗 终于成功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高震才的纸箱厂固定资产 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七百多万 有了钱之后呢 就不学好了 他呀 就愿意去歌舞厅潇洒潇洒 快活快活 在里边就认识了年轻貌美的聚敬美 这聚敬美啊 热情似火啊 是真漂亮 跟聚敬美在一块 高震才是要多开心 有多开心 要多兴奋 有多兴奋 于是呢 就在聚敬美家的邻村 找了一间民房 和聚敬美同居了 你看过去一说 谁要变坏 就是吃喝嫖赌 现在是吃喝嫖都有了 还差一赌呢 甭着急 没多久 这高震才就迷上赌了 经常拿着密码箱 里边装着都是钞票 去一些地下赌场 跟赌友们玩个通宵达旦 有时候一晚上 就能赢个十万八万的 当然了 更多的时候 是一晚上输个十万八万的 高震才啊 几乎把他全部的家当 就都输光了 往往一输 就更想在赌场上 把他给赢回来 是越想赢 那你越输 越赌越完蛋 过惯了富裕的生活了 再过过没钱的日子 怎么过呀 高震才也知道 要想东山再起 可没那么容易 琢磨来琢磨去 要想着重新发达 那就只有一条了 铤而走险 2001年4月初 一个晚上 高震才呢 在家里边啊 摆了一桌酒席 请他的好朋友李大发 喝叶田和喝酒 高震才有钱的时候啊 对朋友很仗义 在经济上呢 也不亏待自己的几个弟兄啊 所以高震才这几个哥们 对他也是感恩戴德 俯首帖尔的 这几年呢 我这场子不景气 现在这钱呢 也是越来越不好赚了 唉 高震才 故意放出这么几句话 说完呢 就朝在座的 每个人脸上 就看了过去 李大发这时候 举起酒杯 呼啦一下子 站起来了 二哥 我跟着你干 你说干什么 我就去干什么 叶田和呢 旁边也附和着 老二啊 你是志多兴 你就出谋划策 我们俩呀 都听你的 我琢磨来琢磨去 就只有一条赚钱的捷径 咱们去抢吧 我已经有了目标了 具体行动时间还没定 等我定好时间 就通知你们 这李大发和叶田和 也想着发大财 当上百万富翁啊 一听高震才 都愿意干这事 他那么聪明的人 咱跟着他肯定没错啊 行啊 这活干得过啊 高震才啊 不仅招来了李大发 和叶田和 连他那个情妇俱敬美 他也没放过去 他们做下的第一个案子 是什么呢 这个女人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37岁的高震才 因为吃喝嫖赌 家财都败光了 就想着去干抢劫的勾当 就找来了李大发和叶田和 不仅如此 他那年轻貌美的情妇巨敬美 也让他给拉过来了 本来呢 高震才啊 不想让巨敬美参与 但后来一想 他是个女的呀 女人有女人先天的优势啊 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再者说了 巨敬美是我现在最亲近的人了 关键时刻不会出卖我的 所以这巨敬美 就成了高震才的得力助手 当年4月27号 是个星期五 盖州城啊 是一片春光明媚啊 晚上七点半 这巨敬美呢 就敲开了盐潮水的房门 谁开的门呢 盐潮水的妻子 任凭哪个当媳妇的 说看见家门口 突然出现一漂亮的姑娘 这心里边都得坑腾一下子 赶紧就问谁啊 找谁啊 啊 呃 我们是严所长的朋友 有急事找他 房门是打开了 走进房门的 除了巨敬美之外 还有高震才 李大发 叶田和 他们仨人一进去 巨敬美呢 就悄悄的溜掉了 这盐太太呀 一看进来几个男的 满脸的不欢迎 也不太热情 也没让座 也没给他们倒水喝 高震才阴着脸就说 日子过得不错吗 盐所长上哪去了 他欠我的三万块钱 该还了吧 说着 就歪坐在了沙发上 翘起了二郎腿 李大发跟叶田和呢 都站在他身边 啊 他出去了 市里有个经理请客 不知道得折腾到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呢 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晚 我们今天呢 就在这等着他 说着 就招呼李大发他们 你们几个别傻站着呀 都给我坐下 这盐太太呢 看到这三个大老爷们啊 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可是 没有存有戒备之心 他哪知道 灭顶之灾 已经来了 几个人呢 就很尴尬的坐了几分钟啊 李大发跟叶田和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高震才随后 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 李大发跟叶田和 一块朝着 盐太太就靠了过去 委屈你一下吧 我们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钱 等你当家的回来之后 还了债 就放了你 盐太太呢 以为他们就是吓唬一下 也没反抗 李大发 从他们夫妻卧室的床上 拽出了一张床单 用带来的匕首 把这床单撕开 把盐太太的双腿啊 就捆了起来 高震才这时候说话 还挺温和的 嫂子 我们一起等盐所长回来 让他把钱还给我 我就放了你 这时候啊 不仅盐潮水的媳妇在家 盐潮水的闺女也在家呢 在房间里边写作业呢 他听见客厅里的动静就问 妈 你们干什么呢 说着就走进了客厅 高震才一看就好 他要不自己出来 还真没发现还有一人呢 把他也给绑上 李大发呢 用匕首把另一张床单撕了 把这女孩的双腿也给捆上了 与此同时用胶带 把他们俩的嘴就给封住了 这个时候盐太太 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可为时已晚呢 合着他们不是跟我闹着玩的呀 一个小时以后 大约是晚上八点半 房门外边呢 有开锁的声音 高震才知道 一定是盐潮水回来了 就又给李大发 叶田和使了个眼色 终于等回来了 三个人迅速守在了门口 盐潮水打开门锁 刚一走进屋 就被人摁住 用床单捆住了 盐所长 我是来给你要钱的 今天呢 你能把我借给你的三万块钱还给我 我就饶你全家三口人的性命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盐所长一看就知道 麻烦了 信里边拿定主意 就尽量的拖延时间 我明天呢 一定把钱给你凑齐了 求你放了我们全家呀 高震才在客厅里边走来走去 没有明天 只有今天 把你家的现金和存折 都拿出来吧 盐潮水那一脸真诚 哎呀 我们是工薪阶层 家里真没有存款的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咱们讨论这个问题 无疑是浪费时间 我认为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钱是人挣的 有了人 才能再去挣钱呢 盐潮水知道 自己呀 是身陷绝境 想挣脱被捆绑的双腿 打开窗户 喊救命 可高震才不给他这机会 其实盐所长心里明白 就是把家里的存折都拿出来 这几个人也不会放过他的 一直到半夜十二点 高震才见没有油水可炸了 就让李大发和叶田和呀 当着盐潮水的面 把他的妻子和17岁的女儿杀死 最后杀死了盐潮水 这几个恶魔 在盐潮水的家里边翻了一个底朝天 抢到了八千多块现金 两部手机和三件金手势 然后把现场收拾干净之后 掏之夭夭了 这一年的7月27号 又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这次行动啊 高震才把他的同乡李正森也拉了进来 李正森别看年纪不小了 快五十了 可干起坏事来 不在话下 还是那个时间段 晚上七点半 他们呢 来到了盖州市保险公司 车险科科长 孔旭青的家外边 咚咚咚 敲门 孔旭青呢 就问谁啊 我们是孔科长的朋友 找他有事 这回说话的 还是俱敬美 孔旭青一听 就把房门打开了 四个恶魔 就挤进了屋里 只有孔旭青夫妻俩在家 他们的儿子呢 放暑假了 到乡下奶奶家去了 这也算是逃过一劫 高震才他们跟上回一样 把孔旭青和他的妻子杀死 抢去了七千多块钱 两部手机 四件金手饰 和一块白色的 Omega女士手表 两次入室 连杀五人 虽然抢到的财物 没多少吧 可是刺激了高震才 他们那空虚的灵魂呢 高震才就跟同伙们说 咱们在盖州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 出省去找财路 听人说山东危害 经济很有实力 下一个目标 就是危害 然后咱们逐渐杀向全国 2003年8月11号 清晨六点 高震才 李大发 李正森 叶田和和聚敬美 五个人就到达了危害 下船时间是早上六点半 在海边一个小酒店 吃了点早饭 大海边转了转 聚敬美一看 哎呦 危害真漂亮 我愿意在这住一辈子 亲爱的 等咱们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我就在危害 买一栋小楼 咱们就在这养老了 到时候啊 你再给我生几个漂亮的孩子 高震才一边说着 一边四处打量 聚敬美呢 感觉心里边挺美啊 我要给你生个儿子 当天下午 聚敬美到杏花宾馆 登记了三个房间 第二天上午 又到房产中介公司 登了记 房产中介公司呢 把他们介绍给房东 马世申 由聚敬美出面 就租了马先生的603室 一个星期以后 高震才选中了环宇金殿 因为环宇金殿 地处繁华的闹市区 高震才认为啊 最繁华的地方 也是作案最安全的地方 在危害选好作案地点了 觉得人手不够 就让李大发回去 再找个人来 李大发回到老家 又把金松贵给带来了 金松贵呢 来了之后也没登记 就跟李正森住在一个房间 高震才啊 每天就坐在603里边 观察环宇金殿保安员的 生活规律 以及周围的动静 直到他觉得万无一失 这才开始行动 9月7号下午 高震才一脸严肃的 跟几个同伙就说 哥几个 今天晚上就行动 我在这儿用手机指挥 静美 你到码头 买今天晚上九点钟 到大连的船票 你们四个人分工合作 一定要谨慎从事 干得利索点 不要拖你带水 随后他又暗地里边 找来李大发 大发 今天晚上的行动 一定要让金松贵的手上 沾血 拉他下水 这样他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咱们干到底 不会轻易的出卖咱们 晚上七点半左右 四个歹徒就潜伏在了环宇金殿的附近 七点五十分的时候 环宇金殿的保安柳建国在二楼的小阁楼里吃完饭 从外边露天楼梯上就走了下来 这小楼周围啊 一到晚上也没什么人 路灯呢 还挺昏暗的 忽然就冒出来两个身材魁梧 满脸杀气的男人 手里边还拿着匕首 柳建国一下子就给呆住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 完了 这是要抢我们金殿啊 转身就想去报警 可是被两个歹徒死死抓住了 这两个人就是金松贵和李正森 柳建国在挣扎之中 右手被金松贵的匕首就划出血来了 金松贵比划着这匕首 不要出声 回房间里边去 柳建国被刀逼着 只好一步一步倒退着 回到了二楼的小阁楼 李正森和金松贵 把柳建国就扑倒在厨房里的那张床上 然后金松贵呢 用匕首把单人床的那单人床单就给撕开了 把柳建国的双腿就捆上了 金松贵拿着刀啊 俩手也在那哆嗦呀 李正森就在旁边跟他说 你还不动手 等什么呢 金松贵一闭眼 举起刀来 朝着柳建国的胸膛啊 扑撕一下 就刺了过去 连惊带怕的 一共刺了柳建国十三刀 见柳建国一动不动了 这才助手 李正森拿着柳建国身上的钥匙走了出来 打开金店的卷帘门 和潜伏在外面的叶田和李大发会合一起进了金店 四个歹徒看见自制的大保险柜 和真正的那商用保险柜并排放着 大保险柜呢 是用挂锁锁住的 李正森拿出事先买的巨条 把这挂锁就锯断了 打开门一看 里边是一盒一盒的黄金白金钻石珠宝 几个人的眼睛啊 都冒出绿光来了 把那些手势一件一件装好了 嘿 喜结一空 逃之夭夭了 李大发用手机向高震才请示 二哥 我们已经按照原计划 把东西拿到手了 装手势的大铁柜旁边 还有一个保险柜 我们不知道密码 你看我们 不管了 撤 李大发呀 在警局里边跟审讯员 就把这些事情来龙去脉 前前后后都交代清楚了 2003年9月18号 警方围剿劫匪的行动正式展开 他们最先来到的就是巨敬美的家 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抓获巨敬美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2003年9月18号 警方围剿劫匪的行动正式展开 他们呢 来到了泉水村的一个院落里边 在这个院子里边啊 有几个女人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和三个年轻的女人 这就是巨敬美的家 巨敬美呢 也在琢磨着 以后啊 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可能就很少有了 所以他装出特别开心的样子 和妈妈 大姐 以及嫂子 在这亲热的聊着家常 突然呢 就有人敲门 咚咚咚 敲得很客气 巨敬美这时候心里一激灵 就悄悄的 躺在了他妈妈的身后 派出所的人来了 就说我不在家 巨敬美的嫂子 把门打开了 进来的几个年轻小伙子啊 是镇上派出所的 联防队的队员 他们进屋往炕上 这么一看 坐着的这几个女人里边 没有巨敬美 巨敬美在家吗 巨敬美的母亲呢 装聋作哑 没直声 巨敬美的嫂子 很热情的说 哎哟 敬美啊 出去好几个月了 她一直没回来 几个联防队员呢 就走了 回来之后就报告 说巨敬美 没在家 哎哟 这专案组成员一听 难道情报有误吗 于是啊 又在村子里边走访调查 有的村民说 我明明看见巨敬美回来了呀 他肯定就在村里啊 专案组的人员 这时候跟联防队说 你们呢 肯定是打草惊蛇了 巨敬美 很可能要采取措施 目前最重要的 是赶紧找到巨敬美 不得有 侦察员在村子里边 秘密调查 就开始问大家 巨敬美和亲戚里边的谁 走得最近 巨敬美啊 跟他二姐巨敬文的关系 是最好的 那巨敬文 住在村子里面吗 敬文和他的丈夫 在山上养残呢 几个年轻的侦察员 就爬到了半山腰 找到了一座 用木板搭的小房子 这是巨敬美 他二姐 巨敬文养残的临时住所 巨敬文呢 正在山上摘树叶子呢 他的丈夫啊 正在那洗残检呢 侦察员去了 开门见山就问 巨敬美来过吗 巨敬文 三十来岁 穿的挺朴素 脸上的皮肤一看呢 就是干活干的不少 很粗糙 被太阳呢 晒得很黑 但是比巨敬美啊 要端庄 要稳重 啊 敬美出去几个月了 一直没回来 巨敬文说话的时候 有些胆怯 巨敬美和极起大案 有牵连 知情不报 是犯法的 你看见巨敬美 一定要向派出所报告 侦察员给巨敬文 就做了一会儿思想工作 又给他讲了一些法律知识 通过分析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巨敬美确实 没到巨敬文这来过 可实际上呢 巨敬美就躲在不远的地方 和他一起躲在这的 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一切的主使高震才 高震才和巨敬美 眼瞅着公安 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他们呢 也异常的紧张 高震才这时候啊 跟巨敬美说 公安局把这都包围了 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 面对着随时可能 被公安机关抓获的这种境遇 巨敬美 也在等待着高震才拿主意 巨敬美啊 已经是吓得不行了 眼睛里边充满了痛苦和忧郁的表情 巨敬美仔细端详着高震才 他全身心的爱了这个男人 已经三年了呀 已经没有逃出去的可能了 我们一起死吧 和你死在一起 我死而无憾 巨敬美 确实是真动情了 高震才呢 皱着眉 在那苦思冥想 一直也没说话 巨敬美看看自己心爱的这个男人 没有和自己同归于尽的意思 于是啊 这心里边是从绝望 变成了更加的绝望 那你就离开这里吧 逃出去 高震才这时候 两只眼睛 看着巨敬美 还是不说话 他很尴尬 使劲的在那搓了搓手 他不愿意应付这种 令人伤感的场面 过了十多分钟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来一个小纸包 郑重其事的放在巨敬美的手里 静美 我也留了一包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他 知道吗 此刻的巨敬美 不知道高震才在想着什么 彼此之间的一切恩爱啊 仿佛也在这一刻 全都消失了 巨敬美尽量做出来 非常平静的样子 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会遵守那个君子协定的 你带着我目标太大 那样我们就谁也逃不出去了 我不想拖累你 你到我二姐那儿 去询问逃出去的路 说完之后 巨敬美流着眼泪 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知道这纸包里边是毒药 他也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了 高震才出来之后 其实想想还是舍不得自己的这个情人 想着把他带走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自己的安全 只能牺牲他了 心一横一咬牙一跺脚 一个人迅速的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此时此刻周围的公路上啊 设下了卡点 民警呢 在那警惕的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晚上八点左右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 行驶到离卡点一百米左右的时候 突然就加快了速度 卡点值班的班长就说 这辆车肯定有问题 赶紧拦住 请停车 我们例行检查 两个年轻民警一边说着 一边举起旗子来示意停车 可谁知道那辆出租车 一点响应也没有 一采油 强行的就闯过了卡点 卡点民警刘建刚 没拦住那辆车 情急之下 鸣枪警告 不开枪还好 这一鸣枪警告啊 出租车的速度更快了 这条路啊 本来就不宽 并且呢 是这种山路啊 蜿蜒盘旋的 这出租车 你就看在这小路上吧 一会儿左躲 一会儿右闪的 卡点民警 当时呢 就记下来了 出租车的车牌号 副局长忠臣 深感事态的严重 这辆闯关的出租车里 很可能就有 九七大案中的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是到山里藏匿藏物 也有可能是来和聚敬美联系的人 总之肯定和九七大案有关系 这是不容置疑的 必须尽快找到他 不过卡点民警放的这几枪 我估计啊 已经把这位床卡的不速之客 给定在山上了 山上荆棘丛生 山高路陡 路又被我们封死了 他是插翅南飞 侦察员很快又通过出租车的车牌号 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 专案人员呢 把这司机找到之后 对他进行了审讯 你为什么要床卡 民警名枪 你为什么不听 出租车司机也很委屈啊 那人拿刀架我脖子上 逼着我床卡 我不闯 他会杀死我的 你认识那个人吗 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 我不认识那人 我跑了几公里 那人又逼着我停车 我只好停下 我不知道他窜到什么地方去了 出租车司机的态度啊 不卑不亢 反正就一口咬定 我也不认识那是谁 这时候 中副局长又果断的给出了判断 出租车司机和那个床卡的人 一定很熟悉 要么是亲戚朋友 要么是有什么利益纠葛 否则他不会玩命的帮着这个人床卡 但是啊 不能在出租车司机身上浪费时间了 当务之急要找到那个床卡的人 专案组决定加强卡点的警力 不能再发生有人床卡的事件 专案组分析 山里边那有金矿 也生产黄金 床卡的这个人呢 很可能到山里找画金师 将脏物融化 经过物理处理之后再销赃 巨敬美就在村子里边 那个不速之客 很可能就是团伙首要犯罪嫌疑人 高震裁 一时间所在的水帘洞阵就成了重要的战场了 19号凌晨 几辆警车呼呼拉拉的就开到了水帘洞阵 盖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文青 带领着局党委的全体成员以及400多名民警 穿着迷彩服拿着冲锋枪把水帘洞阵就全面包围了挨家挨户的进行检查 而此时的巨敬美呢 浑身没有力气的靠在一棵很老的歪脖子树那 他的心里边啊空落落的 他心里边刚才就已经明白过来了 今天的下场是早就应该预料到的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情人高震裁 他决定要遵守那个君子协定 19号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巨敬美就把高震裁留给他的那包粉末吞了下去 一夜没睡的侦察员呢 在巨敬文家附近的水沟边上终于发现了巨敬美 侦察员马上送巨敬美去往镇医院 可是在半路上巨敬美就死了 医生诊断是服毒自杀 巨敬美服毒自杀之后 这条线索可就又断了 专案组分析巨敬文的手里应该有脏物 巨敬美死前一定会把自己手中的脏物交给他的亲人 21号上午 专案组传讯了巨敬美的二姐巨敬文 你妹妹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他没有他什么也没给过我 巨敬文坐在那极力的掩饰着自己的慌乱 一提起妹妹啊 巨敬文是泪流满面 巨敬文呢 性格历来就很沉稳 最疼爱的小妹巨敬美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巨敬文这心里边啊 也真不是滋味 你再好好想想 巨敬美是极其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他手里一定有抢劫的金手势 那是脏物 如果在你手里不交出来 你就犯了窝脏罪 巨敬文呢 就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 他呀终于说出了实话 十八号那天 静美交给我一包东西 让我替他藏着 那包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藏在路边的石头缝里了 侦察员在巨敬文的指点之下 在村头的残垣断壁的石头缝里边 找到了巨敬文藏的那个小包 打开这个小包啊 里边是四枚黄金戒指 一枚白金戒指 一对白金手镯 还有一条黄金的手链 和两枚黄金制作的毛主席项章 一共是九件黄金手势 钟臣副局长呢 马上通过电话和威海联系 把这九件金手势的型号和特征 就告诉了威海专案指挥部 威海方面回电话说 那九件手势和威海 还宇金店被抢劫的手势 型号相符 可以认定是被抢劫的手势 藏物终于找到了一部分 此时此刻 这个案子才算是终于有了眉目 20号 专案指挥部发出命令 盖州全市乡镇派出所 质保会协助公安机关 全力搜捕犯罪嫌疑人 高正才 李正森 和金松贵 并且悬赏奖励 提供犯罪嫌疑人线索的群众 20号中午 有一个在山上放羊的村民 向卡点民警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这条线索究竟是什么 高正才究竟逃往哪了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专案指挥部发出命令 全力搜捕高正才 李正森和金松贵 20号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在山上放羊的村民 就向民警报告情况 我在山上放羊的时候 发现山上有一个穿绿色棉大衣的人 专案指挥部分析 山上发现的穿棉大衣的人 很可能就是那个床卡的捕损之客 于是呢 马上派出了一个小分队 直奔放羊人提供的地点而去 下午三点钟 终于找到了一个移动非常缓慢的人 这个人呢 面色苍白疲惫不堪 看上去 这体力就明显不行了 这个人万万没想到 真枪实弹的盖州刑警 这么快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惊慌失措之中 只能是乖乖就擒 这个不速之客 果然就是首要犯罪嫌疑人 高震才 当天晚上八点 小分队压着他 赶回了盖州市区 在审讯室里面 由忠臣副局长亲自审讯高震才 高震才 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我为什么把你请过来 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吧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既然已经栽在你们手里了 也就无话可说了 你倒是个爽快人呢 那就把你做的几起案子 交代了吧 高震才呢 只承认那三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是他组织人干的 至于详细的经过 他又不想交代 你把危害还宇金店的黄金珠宝首饰 放到哪了 黄金不在我手上 我把它交给居敬美了 高震才啊 猜测居敬美 这么一个痴情的女人 肯定已经死了 索性一口咬定 之前的这些物件啊 都交给居敬美了 高震才你说假话 这么多的东西 价值一百多万 你不可能全部放在一个女人手上 大部分黄金珠宝首饰的下落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领导 就是这样 我真的都交给居敬美了 真是这样 我对天发誓 肯定是这样 终局知道 高震才还抱有侥幸的心理 居敬美可还有一张嘴呢 他也要说话的 对不对 一听居敬美的名字 高震才 心里边一哆嗦 这个女人没死 这不可能啊 她一定死了 她不会骗我的 在随后的审讯过程之中啊 危害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志浩 又接替中局 和高震才在那进行着较量 一直审到了晚上十二点 高震才才跟下了多大决心似的 好吧 我说实话 我把那些黄金白金 珠宝首饰 都扔大海里了 张队和中局 也就暂时停止了 对高震才的讯问 中局分析说 他把这批抢劫来的货 扔到大海里的可能性很小 这很可能啊 是他耍的又一个鬼把戏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姑且先把他的话当成真的去试试 看看到时候高震才 还有什么话说 当时呢 正好是海水涨潮的时间 盖州警方马上派人向有关部门了解海水退潮的时间 说准确的海水退潮啊 应该是第二天上午九点钟 也就是21号上午九点退潮 第二天 中局呢 带领着一个小分队 压着高震才 又拿着借来的碳雷器 到盖州的大海里边去捞那些黄金珠宝首饰 到了海滩之后 中局就问高震才 你把那些首饰扔什么地方了 我都扔在渔港码头的海里了 中局啊 往那这么一看 渔港码头旁边有一个建筑水泥梁横在海滩上 如果真的像高震才说的那样 他把那批脏物扔在了大海里 估计这道水泥梁能挡住 不会被潮起潮落的海水冲走 此时已经是九月下旬了 盖州的气温啊 已经挺低的了 小分队的民警啊 就在海水里边捞脏物 那脚啊 都让海水冰的通红通红的 确实就像中局之前猜测的那样 高震才这是在耍花招呢 捞半天也捞不出来 高震才你是怎么扔的 高震才用手比划着 煞有其事的说 我就抓一把 扔大海里 再抓一把 再扔大海里 那你是什么时间扔的 中午十二点左右吧 这边说着 那边的民警啊 还在冰冷的海水里边捞着呢 高震才你纯粹是在撒谎 中午的时候 码头工人都在劳作 在这么一个众目睽睽的环境之下 你能站在大海边 往海里扔脏物吗 谁会相信呢 于是又把高震才 带回了审讯室 高震才呢 有点不耐烦的说 我说我都交给聚敬美了 你们不相信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好撒谎说扔海里了呀 你们相信我的话呗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确实把那些东西 都交给聚敬美保管了 审讯就这样 再次陷入僵局 虽然对高震才的审讯啊 始终没有突破 但是还是有好消息的 就在前一天晚上 中局他们审讯高震才的时候 也就是20号晚上 侦察员在盖州的一个舞厅里边 将李正森抓获 专案组呢 还得到一个新的情报 说金松贵已经逃到大连了 盖州警方和大连警方迅速取得联系 大连警方呢 也积极配合 正通过旅店 酒吧 舞厅等渠道 加紧查找金松贵 高震才啊 就一直还在迎口市的看守所里面 张志浩张队 带着两名侦察员 就在那询问高震才 因为之前呢 经历了李大发自杀事件 所以侦察员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生怕再出点什么差错 高震才说话呀 是不紧不慢 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 供认不讳 但是就不交代那些珠宝财物到底放哪了 这一天到了中午12点20 工作人员呢 把四份盒饭就送进了看守所的讯问室 这时候啊 其中一个侦察员叫江刘涛 把高震才的口供已经整理完了 就剩下让高震才看过签字了 张队啊 就跟大家说 行了 大伙都饿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继续工作 一边说着 一边给每个人递了一盒盒饭 一瓶矿泉水 也给了高震才一个盒饭 过了一会儿啊 高震才吃了一口饭 说要水喝 另一个侦察员叫刘忠诚 就递给了他一瓶矿泉水 张队拿着盒饭 就到审讯室旁边的桌子上去吃了 刚吃两口 刘忠诚就跑了过来 张队 不好了 高震才头上冒汗 浑身抽搐 张队一扔筷子 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一看高震才脑袋歪在一边了 脸色是死灰死灰的 已经翻开白眼了 不会说话了 马上送医院抢救 在民警的帮助之下 询问人员呢 把高震才送进当地医院进行抢救 张队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给钟局打了电话 钟局 高震才出事了 他头上出汗 浑身抽搐 我们正在赶往市里医院的路上 钟局和七木贵大队长 正准备吃饭 一接到张队的电话 赶紧放下筷子 行 我马上过来 到了医院 医生一检查 说这高震才啊 服毒了 得马上进行抢救 先洗胃 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呢 护士手里边拿着开口气 可就是撬不开高震才的嘴 他这牙呀 咬得紧紧的 我怎么也打不开 钟局这时候也到了 在旁边等的是心急如焚 一把抢过来 小护士手里的开口气 我来试试 一定要把他救过来 钟局之前也没干过这活 也没用过这开口气 更没给人洗过胃 这回啊 为了抢救高震才 这算是当了一回医生 总算是把这嘴给撬开了 反复的给高震才洗了几次胃 医生说呀 高震才服的什么药 还不清楚 没法抢救 钟局啊 这时候急的都不行了 医生啊 这不是一般的病人 你们要全力抢救 我给你们出一个抢救方案 心脏不好 打旧心针 血压不正常 调整血压 呼吸不正常 输养 哪不好就治哪 这就是最好的方案 医生呢 也没办法 现在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下午四点多钟 高震才终于醒了过来 22号 高震才的身体 已经基本恢复了 钟局亲自主审高震才 想从他嘴中 得到黄金珠宝首饰的下落 高震才 那些黄金珠宝首饰 你除了给巨敬美酒价 其他的你都放到哪里去了 你也是够黑的了 你怎么都给毒吞了 我当时 把这些货 都交给巨敬美了 你的罪行累累 难道你就不想赎罪 把那批东西交出来吗 我杀了六个人 死六次也不多 已经这样了 说不说 我还不都是死吗 高震才 你脏物不交出来 你就会给家人留下祸患 只要你的家人 动用了这批赃物 那就是窝赃罪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找不到这批赃物 我们是不会罢休的 可高震才 就是一口咬死 黄金珠宝 都给巨敬美了 他心里边 其实是在打一个如意小算 他想保住这批财物 留给他的妻子儿女 留给他的亲人们 后来盖州市公安局的领导们 看见忠臣副局长这样啊 也都劝他 老忠啊 这些天你们也够累的了 我们也深受感动 现在案子已经破了 你们也该回珠海 好好休息一下了 那批赃物找不到 我不走 就是把盖州的每一寸土地 都找遍了 也得把那些赃物找回来 就带着这九件金首饰 我回去怎么下船呢 等把赃物都找到了 我才能走 行 哦 老忠 你不走 我们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忠局呢 又跟高震财交了两次封 但都失败了 看来黄金首饰的下落 从高震财的口中 是说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忠局又想 高震财目前最近的亲人 一个是他老婆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他岳父 有可能会把这些珠宝留给他们 忠局呢 在当地警方的大力协助之下 找到了高震财的老婆 你的丈夫高震财 在危海抢劫了一批黄金珠宝首饰 你应该知道藏到哪了 没看见 他的事情 我从来不过问 高震财的下场 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 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你总不能让你的孩子 也背上罪名吧 那批脏物只要一动 就是窝脏罪 什么手势 我真没看见 有一天呢 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 埋在我姐姐承包的果园里了 赶紧的 高震财的老婆呀 就领着专案人员 到了他姐姐家的果园里 到了指定地点之后 侦察员开始挖 挖到一米三以下 终于挖出来一个捆绑的很结实的包裹 打开一看 满满的珠宝首饰 晚上八点 专案人员从山上回来 这心里边啊 是说不出的舒坦 大伙呢 晚饭都没顾上吃 在三间大屋子里边 把所有首饰 摆在桌子上认真的清点 一共有黄金饰品八百三十件 白金饰品一百七十八件 珠宝饰品二百五十件 十八K金饰品九十件 其他黄金饰品三百多件 再加上从巨警闻那缴获的九件 和环宇金店丢失的数目一致 一件也不少 珠宝拿到之后啊 终于给年轻的副中队长于连海下了任务了 你呢 负责保护这包东西 我们大家保护你 从那一刻起 于连海就把那个沉沉的包裹抱在怀里边 坐车的时候也抱着 坐船的时候也抱着 一刻也不离声 在路上的时候啊 更不敢睡觉 九月二十六号凌晨四点 天刚蒙蒙亮 微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钟晨一行九人 带着那包沉甸甸的黄金珠宝 从船上走下来 公安部还专门发来贺电 向微海市公安局表示祝贺 辽宁省警方通过网上追逃 十月份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金松贵 在辽宁省丹东市落网 2004年早春的一个上午 抢劫杀人犯高震才 李大发 叶田和 李正森 金松贵 在辽宁盖州伏法